好 婚便当都觉得是人生中很大的一个痛 但是婚便也是人生中一个 最好的一个改变时刻 这时候朋友的支持很重要 朋友那时候怎么跟你说的 我的朋友他们都是用具体行动支持我 就是买便当 就说你一定要吃饭哦 不吃饭那我送便当过去 然后还有就是来我家里帮我洗碗 这么好 对 然后还有像安妮她也是就是圣诞节 她说姐姐我买圣诞树过去扫你 你不要一个人 对 然后因为外国人一定要过圣诞节 她就觉得这个时候你不可以一个人 她们担心你 那时候状况很不好 对 因为刚开始我就是失去 你失去你最爱的那个人的那一刻 我觉得你会变得很奇怪 就是你信心全部没有了 然后再来你会变得患得患失 然后瞬间 好像原本你觉得对方 就算他做了你什么 你不能接受的事 你好像也觉得可以了 只要你愿意回来之类 这种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 我的朋友分手也是 就是他们会告诉我说 好像瞬间自己变得很低 变得很卑微 对 很卑微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其实那一段时间 还好是有朋友 就是不断地在旁边鼓励 然后再加上我觉得 我也得到很多外界的温暖 那时候很多喜欢 其实都是不理性的 因为太卑微地渴求 对 那时候你追了一部剧 竟然现在都在追剧 你追剧有帮助你耶 因为那时候我就什么都不想做 就只想宅在家 我也不想出门 然后我朋友就推荐我看一部 孙力演的那也叫做 《纳年花开月正元》 那这部很有名 对 我为什么选这部 是因为它有七十几集 你看那集是填满了 然后我就看了就发现 哇 孙力在里面演的这个 女强人不得了了 她失去她的先生 但是她从私立就是逃生之后 她变成了一个商场的女强人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有激励到我说 她是真的差点连命都丢了 可是她居然还可以再站起来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 它就等于就是一个榜样在那边 这个故事的女主角 对我来讲是一个榜样 所以我觉得我也要 就是勇敢往前走 就是你还可以活出一个 更好的自己 那时候的粉丝很挺你 还说要让你入股健身房 不是 是因为那时候 怎么这么好 没有 那时候有新闻 然后我经纪人就跟我说 今天南部有个公司说要让你入股 然后我就觉得谢谢 然后也是有很多那种留言说 我现在刚好也单身 我不要孩子的 你要跟我交往吗 等等之类的 就这种很可爱的留言 曾有文也有 其实健身房本来是你很喜欢的地方 也是可能是你们有很多 美好回忆的地方 但一度是你最不想去的地方 都是回忆啊 而且这个回忆会让你触动你 就是真的很美好的一个回忆 所以我会觉得 因为就是太美好了 所以你会觉得现在没有 可是对我而言是 我有一阵子是有点害怕 可是后来我慢慢地告诉自己说 既然你怕你就是要去面对 你总不能因为这个人 你就不运动吧 运动还是对你有很大的好处 所以那时候 你那时候难过到连健身房 你踏进去都会觉得受不了 我都是在运动的过程中 我都是进去 好 我可以 然后大概做到40分钟就说 我有点不行了 就觉得我有一点 这超出我能负荷的 不只是体力上 心情上我也很多东西 很多垃圾要必须要 就是对我来讲 所以你不可能像他一样这样子 什么环岛爬升 因为我觉得我 我没有接触过这些 比较极限的运动 可是对我来讲 我最简单就是去健身房 那也是我最想突破的 对 因为我觉得我不可能 这辈子不再健身 所以我一定要创造新的健身回忆 就是我的健身回忆 不是只有那一段 一定还有很多跟不同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不做 我以后就没有新的回忆了 对 所以我现在要创造 以后未来新的回忆 所以你后来怎么样开始 在健身房运动 超过40分钟 一小时 重新把那感觉找回来 你怎么做到的 我只要在健身房 我只要觉得我不行了 我一定会喊四个字 我可以的 我一定会喊我可以的 我运动是为了我自己 对 才不是因为跟你 没错 我运动是为了我自己 然后像我很多朋友也是 他们分手就不再去 他们以前去过的餐厅 可是我也不会这样 那很亏耶 以前这老餐厅都不能去了 你为什么要为这个人 放弃你过去一切 你拥有的美好 你还是可以继续创造新的回忆 所以不要为了一个人 而放弃你原本就拥有的 把回忆复写上去 是一个好方法 对 盖上去 对 你现在才发现爱自己是很重要的 这样感觉像是你以前不是爱自己的人吗 以前是牺牲自我 然后委屈求全 然后 你长久以来都这样 就可能交男朋友谈过几段恋爱 我发现我有一个好像 还蛮长久以下 我没发现的是 就是只要我为男友做早餐 然后我煎了两颗蛋 假如有一颗不小心破掉 那个一定是我自己吃 一定是把好的留给另外一个人 可是我现在在想 我为什么要这样呢 明明早起的是我 明明走到炉子边 开始洗东西 做菜的是我 可是为什么我要委屈我自己 去吃那个比较不好的 其实爱的某一部分 应该就是包括牺牲 可是当你这么牺牲的时候 你觉得你有得到同样的回馈吗 或是你有得到同样的满足感吗 在过去长久的时间里 我的付出 如果有期待要回报 一定是失望的 对 所以我发现我 我通常都是抱有这样的期待 所以我现在就是学会 不预设 不期待 不彩排 不幻想 对 就是不要去幻想 不要去预设 然后以后怎么样 看事情来了就来了 而且常常都会有朋友跟我说 希望你以后可以找到一个 你值得托付一生的男人 然后我就说 我可以把我自己照顾好 为什么要托付 对 为什么要托付给别人 是我要照顾我自己 不是别人要来照顾我 那你想法改变很多 对 我觉得 我变得好独立成熟 对 好像有领悟到一些事情 那你现在对爱情 还有憧憬吗 我觉得我会很勇敢 因为从以前我都没在怕 就是我觉得我对我自己喜欢上 有心动的对象 我从来不掩饰 等一下 不能叫勇敢 反正我会叫勇敢 你以前是义无反顾好吗 对 义无反顾 跟勇敢不一样 好 就是我就是义无反顾 现在还是一样 现在的话 勇气都还在 我觉得我会诚实的 如果我真的有心动 我就真的会很诚实去面对这个心动 我不会说好像我就是一招被蛇咬 然后我就一直害怕都不谈恋爱 我不会这样 我就是还是会去面对 然后真正去面对你才知道说 当这个心动来了 然后它也会消退 消退之后剩下什么 我就可以发现我自己是什么样子 对 就是可以更认识我自己 所以现在准备了 现在我觉得就加油 随缘 对 我觉得来什么就去面对